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4月6號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之前有教大家怎麼擦枝花梗 這是我們剛剛剪下來的花梗 我們等一下要擦枝 那當時呢 這個花梗上面 當時水擦了一堆 用水啊 水擦了一堆那些花梗 結果有的花梗已經有 開始長牙了 結果後來底下就爛掉了 所以為什麼我跟各位講 如果要水擦的話呢 應該說我不建議大家水擦 因為水擦很容易爛 就是你只要有一個爛 那你擦在同一瓶的 假設有一個瓶 你擦的十幾支在那邊 全部一起爛 因為我去年就有經驗這樣子爛了 所以我都不建議各位這樣子擦 那我們這樣去拉近一點呢 我帶大家看一下我之前呢 就是它這樣子水擦長出的一個芽 下面爛掉 結果我把它的芽切下來 然後丟下去 放了超過半年了 結果它還活得好好的 那我讓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我們將保溫箱打開 那我們這個剛剛剪下來的那支 我們就隨便擦 不過這個 這個各位你看這個木屑呢 從去年到現在呢 已經放了大概一年多了 這有點 有點顏色 其實這個也是 這種木屑品質可能不太好啦 其實建議最好是重新 重新 重新弄過新的木屑會比較好 那其中呢有一個芽在這邊 拿給大家看一下 各位有沒有看得到齁 看到嗎 這個 這個芽 我們把距離拉近一點 再讓你看一下這個芽 好我們現在眼前看到你 有沒有看到這一顆芽 這個呢 很特別吧 這個呢我大概半年前 到底多久我已經忘記了 我不知道哪一個 有沒有在影片中有介紹過這個 我就不知道 還是有哪個網友有看過的 來跟我講一些 給大家看一下 完全沒有根 沒有根 沒有根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 從花梗上長的高牙 當時呢就是長 比這個稍微小一點 最近呢感覺好像有變大 有長大 葉片有感覺變大了一點 那我就這樣子呢 放在這個保溫箱的 放了超過半年以上 這樣子感覺呢 沒有長根 那它也沒死 就這樣子 感覺葉片有開始長大 那有長大呢是好事 現在接下來就是看它會不會活 所以呢 為什麼我會跟大家講說 你如果蝴蝶來 在完全無根的狀態下 能不能活呢 這還是個未知數啦 因為這個 等它長根了 才算數啦 因為現在講實在太早了 我只是來拍給大家看一下說 現在在無根的情況下 居然可以活超過半年 怎麼活的 就是這樣活的 放在保溫箱 我們就是放在保溫箱這樣子 放著而已 那我們現在呢 因為你現在看不到 我把它放回原處 那我們剛剛將這個雅點放在這裡 放回原處 那有網友呢 會問我說 這個保溫箱 其實這個保溫箱 原本是這樣子蓋著的嘛 但問我說這個保溫箱 要怎麼加水 你現在看到各位 你現在看到這個木屑呢 有一點點乾乾 表面有點乾 但並不是完全乾 那你就大概呢 像這個瓶子呢 你就準備大概這個瓶子的水量 就這樣加下去 剛剛底下是完全沒有水的 就這樣加下去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蓋著 所以呢 有時候呢 網友問的問題呢 我就要當場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不然你也不知道怎麼加 就這樣加 加完之後呢 這有夾子 你要夾著 因為這個保溫箱怕被風吹走 夾著之後呢 它這裡頭就會保濕 空氣中的濕度呢 它會把這個木屑呢 它會吸收空氣中的濕度 所以呢 它就 就會有一個保濕的效果存在 兩邊都給它夾起來 那各位如果 你如果有這種保溫箱的朋友呢 你就是像這樣子 旁邊加水就好 你也不需要將水直接 加在木屑上面 因為它說這裡頭呢 它空氣會有濕度 當裡頭的水分 你覺得不夠的時候呢 你就再補一罐 就剛剛那一瓶水 再補一罐就好了 你沒有看 那你只要呢 看到這個表面呢 就是木屑的表面 還是濕的呢 你就不需要補水 像我們剛剛看到 那個木屑已經有點乾了 你就可以補水 補水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濕 濕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維持一陣子 估計呢 我這樣子大概一兩天要加一次 以台灣現在的氣候來講 一兩天加一次 那你如果是夏天的話 你可能要 如果天氣很熱的話 可能要加的次數會再多一點 所以這個 要怎麼拿捏呢 自己要去 你只要看這個 木屑的表面的濕度呢 自己去評估就好 不要讓它太乾 只要看到有乾 你就加水 那不要加太多水 因為你只要讓裡頭有濕氣就可以 因為這個濕氣呢 會讓那個 濕氣夠的時候呢 它的 這些花梗呢 它自然就會有辦法吸收到 空氣中的濕氣的水分呢 它就可以活 就可以活得很久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